继续我们来看一连串与六四相关的新闻 因为涉及六四成都九案 在去年五月份遭到中国当局刑拘的 福海璐、张俊勇等人的六名律师 在今天发表了联合声明 他们指出本案的所谓犯罪嫌疑人并不构成犯罪 并且呼吁当局要拿出勇气和担当 来直面八九六四的历史 去年五月份四川公民福海璐 在网络上以行为艺术的方式 制作了永不忘记、永不放弃 铭记八九六四的白酒海报 而被警方带走 随后张俊勇、罗富裕、陈斌等人 因为声援他也陆续被抓 随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遭到了当局正式逮捕 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福海璐的律师 阮童律师来介绍有关情况 阮律师你好 你好 是 跟我们先来谈谈您和其他的五位律师 为何选择要在今天发出这份联合声明 你们能不能谈一谈对于你们的当事人 无罪所持的理由是什么呢 今天其实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意思 第一他们已经关了一年了 然后呢今天也是这个一年了 对他们家属这么非常大 所以说我们想这个事情能够尽快让他们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 所以这个大家有个共识吧 然后就是发表一点自己的很微小的声音 就是这个目的 以人道主义的目的可以说是 人道主义的目的 那么阮律师我们也知道 山巅罪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当局 在整治异议人士上最常用的一个罪名了 你们打算如何来为你们的当事人辩护 同时我们看到在中国当局 仍然在努力掩盖六四历史的情况下 你认为你们的当事人有可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吗 你说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怎么辩护 实际上坦率的说 作为一个律师辩护这个事情 确实我坦率的说是很搞笑 因为这个用 我把这个事情讲给很多这些主动的老百姓 他们没有什么文化 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这个事情讲 就是说一个退伍的当兵的年轻人 因为纪念这些他这些牺牲的这些战友 同时为了多赚两个钱 然后去卖酒 然后就被抓起来 说成反革命 你们认为这样对不对 这些没有文化的老百姓都说 这个没太搞笑 完全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实际就是一个常识 就是像富海禄他这个案子 实际上不用太多的法律来说 实际就是常识 富海禄这个小伙子吧 挺有代表性的 挺有代表性的 他是四川达州一个很穷的地方 出来的一个年轻人 他为了出人头地 去那个东北去当兵 去的大概就是那个 好像叫陆军石油军吧 就是徐才厚当军政委的那个部队 然后呢 他在部队里面很努力 然后呢 当了优秀士兵 也加入了这个共产党 完全他是可以在这个部队里面留下来的 因为这个长官要让他送钱 才能让他部队留下来 然后他很失望 他没有钱 所以说只有选择退伍 这个对他就是刺激很大 然后退伍了以后 本来他们这些年轻人 对国家是做出了贡献的 但是这个就是退伍安置 很不理想 他到处打零工 真的是很辛苦 然后有了老婆有了孩子 这个什么工作都干 完全能苦一活都干 但是确实又让家人过不了这么好日子 小孩子这个身体也不大好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不知道他是这个是什么老天爷 陈律师您能不能对我们预测一下 这个案子有可能在什么时候会开庭审理呢 现在到了法官那里 他现在好像反馈说他手上还有七八个案子 可能审理完了以后再审理我们的案子 当然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同律师 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